阿弥陀佛各位大德 我们继续来学习《正法念处经》第六十八集 说完了黑绳大地狱的瞻图处 世尊继续要介绍的是 未旧处 右比比丘观察黑绳大地狱处 明未旧处 众生荷叶生于笔处 比见有人贪污因缘而杀他人 若服若饿若夺夺饮食 比人已施恶业因缘 生坏命中躲于恶道黑绳地狱 生未救处受大苦恼 世尊又要比丘观察黑绳大地狱的 众生造什么恶业会生在那里呢 如果有人因为贪着财物而杀害他人 有绑架别人的 有使别人受饥饿的 有夺走他人饮食的 以这个恶业因缘 他身坏命中 就会堕入黑绳地狱的 未救处 这里的罪人是如何受苦的呢 比地狱处 铁地火燃 普界水色 十千游巡 周边延起 有铁吉黎 比地狱人怒仗击打 昼夜长走 火焰刀架 晚供弩剑 随后走竹 铁锥寻刺 横长挤走 炎摩罗人 受之铁刀 铁夹铁剑 介细炎燃 着打射之 微心笔触 饥渴所逼 命长欲断 无救无归 气息欲绝 有命而已 他人所比 聚受重苦 这个地狱 到处都是烈火 赤燃的铁地 整个地面看起来 泛着海水般 悠悠的暗蓝色 但实际上 是一个 炽热的火地 它有一万游巡 那么广大 到处冒着 炽燃的火焰 而且地上 有火的热铁吉梨 一踩上去 便会受 极大的刺痛之苦 不仅如此 那些地狱施行者 愤怒地 拿着木杖 脊椎猛打 罪人 昼夜不断地奔驰逃窜 还有狱卒 拿着火焰 炽燃的刀 夹锁 挽着弓箭 一直在后面追 迅速地 用尖锐的铁锥 搜寻刺探 罪人 被铁锥刺到了身上后 马上又没命地逃 始终都是这样 仓皇焦急地奔走 然而 炎摩罗狱祖所持的铁刀 铁夹 铁剑 都是火焰赤燃 一刻不停歇地 劈砍 锤打 射击 罪人们 总是走在这样的地方 或者常常 身处在这样的境界 他们 被饥饿 折磨人 打杀人 夺取别人的饮食 剥夺别人自由的缘故 此后 躲入地狱 才知道 被人拘伏 一切实处 没有一点自由 常常被逼 到处被追捕 感受亡命天涯 生命欲绝 这都是过去造业的恶报 可是 愚痴之徒 只顾眼前的利益享受 自愿走上 这样灭绝痛苦之路 下一集 正法念出经 我们继续学习 南无阿弥陀佛